Hi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電腦 今天想教大家如何安裝新的Modpad Modpad叫做Resident Rise 首先這個Resident Rise的主持平台叫做AT Launcher AT Launcher就像技術一樣 是一個Launcher 裡面有很多Modpad 例如這裏有Yorkas Compute Pack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玩一下 首先要先下載一個Launcher 首先要按下載 按下載後便會去到這個位置 按下載後便會有一個How To Video 不過現在正在製作 所以就不用了 按下載到這邊 首先可以讓你下載三個系統的東西 有三個 因為我的手機是用在哪裏 所以我們要按 .exe 說 按下載後便會下載 這個圖案大概是1MB左右 所以應該會很快下載到 首先我們要打開它 打開之後便會看到少許問題 我已經看到了 這些東西 大概看到這個不用怕 大概是跟你說 你的AT Launcher 不是放在獨立的包裝上 我們便要開一個獨立的包裝 按下載這個小 我們便要開到獨立的包裝 有一個AT Launcher 就是獨立的 然後按下載這個AT Launcher 按下載這個AT Launcher 之後按下載這個AT Launcher 便會出現這些東西 我們便可以按下載它 按下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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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便會有更新的資訊 然後我們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加上帳戶 大家要注意 這個一定要是正版的帳戶 才可以做到的 就是支持正版 首先我們便要按下載一個帳戶 打開電郵和帳戶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做到的 有我的帳戶 然後我們便可以去配置 然後便可以去選擇這些東西 例如我要選擇的 這個Resonance Rise 這個Resonance 就是我們現在玩的Mopee 便可以拋下來 便可以了 這裡便可以選擇這個位 Resonance Rise 首先我們要下載它 我們便要按下載它 按下載這個 這個 這個 按下載它 按下載它 首先有設定名 例如我要選擇 Resonance Rise 因為我剛才已經安裝了 然後它安裝Just For Me 這些都是你電腦的設定 即是否只在你的帳戶上載 如果按下載它 只能在你的帳戶上載 我們便按下載 然後它便開始安裝過程 它便可以讓你選擇一些選擇 我們會選擇什麼呢 首先就是Apply Advanced Genetics 這個IRC便不選擇 這兩個 Graphy Gun 這個 Logistic Pipe 這個 這個 還有這些 好嗎 我們不選擇這些 就是Portal Gun Portal Gun也要選擇 不選擇的就是 Akia的Resonance Induction 還有這個 Rock Crusher Metal Dust Addon Sync 這些都選擇 這些都選擇 Mac Writer 我們會選擇它 Mouse Tweaks Mouse Tweaks Mouse Tweaks 我會選擇 Map Writer Waste Mini Map Fox Road Map 三個選擇一個便可以 我們便不選擇這個 因為Map Writer 是一個比較好用的一個圖 大家看到Atech of V Team 都是Map Writer的模式 以及Railcraft 加上這三個東西就不選擇 我們就不選擇這些東西 OPC的位置也不選擇 這個也是一個圖片 所以我們就不選擇這個 不選擇這個 不選擇這個 不選擇這五個東西就OK了 還有這個RLC 這個就是In-Game Chat 可以連上去跟全球玩的MOPAD 然後在一起 很輕鬆的 但是就不用使用 因為我就會覺得比較煩 這樣就應該會是我們玩的MOPAD版的版本 我們就可以按 安裝 然後它就會安裝這塊東西 但是我們就不安裝了 因為我們就有這個Instant 下載完之後就會有這個Instant 我就已經下載了這塊東西 之後呢 如果我們弄好這些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按Play 但如果你想教一下MOP有什麼不使用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這樣按Play 按Play之後呢 它會弄大約兩三分鐘左右 它就會出到這個畫面出來 這樣就可以去玩的了 你看到這裏就已經有240個MOPAD 有240個MOPAD是Active 這樣在這個位置就可以進入 Single Player和 Multi Player 這樣就可以玩到的了 好 那我這個MOPAD的教學就這樣了 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下載這個A2廣場 因為其實非常簡單 一個廣場就有很多比較好玩的廣場 例如我們剛才的Resident Rise 我們選了的這個 還有這些Complete Pack Sky Factory Hermicorboard Source 這些都可以好玩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 之後就沒問題的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伺服器來玩的話 也可以按這個伺服器的按鈕 它就會有不同的伺服器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外國伺服器可以怎樣做 按這個伺服器的按鈕 這個位置呢 按這個伺服器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跟你說 有什麼伺服器是Active 就可以有什麼可以看到的 對 先去看看 這裡它就會有些Pack 可以讓大家看到 有什麼可以玩的 這裡呢 我Google去 其實是會有一些新的Pack 例如MacPack YourCustomerPack 那些東西 如果你要找這個Resident Rise 那就可能要加一點點 才會找到Resident Rise的伺服器 對 大家都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大家就 祝你游換這個Resident Rise 就開心一點 好啦 如果大家想看我這段 Resident Rise的影片的話 我也會在下面附下一個 概念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也附上這個A2按鈕的網址 還有去Resident Rise的MockPack的官網 對 有時候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面看看 網址按一下 我們下一次回到 在Resident Rise的伺服器裡見 拜拜